本節目由挑戰手機市場最低價的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啊 Hi 我是五塊 歡迎來到束褲180 180秒帶你看完發表會 現在各大發表會開始不鏽出各種規格了 導致現在整理的時間 會讓大家太晚獲得第一手資訊 所以未來我們就會順著發表會看完它 首先OPPO主打了夜景錄影鏡頭 使用了IMX708的感光元件 擁有1.4μ的感光面積 120度的超廣角 透過四相書合一可以達到更大的2.8μ 為了夜拍更強 也配備了暗光對焦必備了雷射對焦 可以看到夜間錄影的影片顏色和光線都呈現得不錯 再來 防手震在主鏡頭 超廣角 甚至在前鏡頭 那RENOS PRO 其他的鏡頭 包括了4800萬畫素IMX586有OIS的主鏡頭 以及剛剛提到的1200萬畫素超廣角 除了超級夜間錄影之外 還能拍攝3公分的微距 1300萬長焦鏡頭 可以拍攝5倍的光學變焦 20倍的數位變焦 它的前鏡頭是3200萬畫素 那再來充電 有65W的超級閃充 最快可以36分鐘充滿 電池是4000mAh 那過去OPPO有句話很有名 充電5分鐘 通話2小時 RENOS系列則是維持很輕薄的手感 最薄的地方是7.6mm 重量是172克 顏色上我自己蠻喜歡這一次RENOS PRO的顏色 而且採用了金鑽工藝 配合英文字體的設計 我覺得有一種運動感 有四種顏色 金鑽藍 金鑽紅 太空白 夢境黑 以及超夏天的縱夏螢光 採用6.5吋的OLED螢幕 有90Hz的螢幕更新率 和180Hz的觸控採樣率 正面配備立體雙喇叭 它的處理器是高通765G 配備360度環繞天線 系統介面採用ColorOS 7.2 再來是RENOS 4 薄度一樣是7.8mm 重量是183克 外型是相同技術的夢境黑 金鑽藍 和香玉子 相機部分分別為4800萬畫素的主鏡頭 8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和200萬畫素的黑白鏡頭 前鏡頭是3200萬畫素 也同樣配備了超級夜景錄影 硬體配備同樣採用高通S765G 4000mAh的電池 65W的超級閃充 接著發表了三款周邊設備 第一個是耳機 那這款OPPO ANKLE W51 是音樂降噪和通話降噪的真無線耳機 也強調降噪可以到35dB 配備了94毫秒的藍牙低延遲 再來是OPPO手環 可以測量血氧、睡眠、運動 有兩款分別是一般版和時尚版 螢幕都是1.1英吋的AMOLED螢幕 配備多功能的NFC和50米防水 再來這個OPPO 5G CPE-T1路由器 它可以放5G的SYN卡 分享出的Wi-Fi就有5G的速度啦 也同樣支援Wi-Fi6 最後是價格 OPPO Reno4 有人民幣2999、3299兩個版本 OPPO Reno4 Pro 有3799、4299兩個版本 耳機是人民幣499 手環是199和249 路由器則是1999 以上就是這次OPPO Reno4系列的發表會規格整理啦 喜歡我們影片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